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你从弓段的哪个位置开始 那它都叫做下弓 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什么是上弓吧 大家首先可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符号 尖尖的像一个英文字文里面的小V 这个呢就叫做上弓符号 好 那接下来我先为大家演奏一个全弓的上弓 这是一个上弓 那么从中弓开始 这个也叫做上弓 从弓跟呢 这个也是上弓 所以说什么是上弓呢 只要你的弓子是往上面走 手呢是往上面提 那这个弓子就叫做上弓 我们现在呢来学习一下什么是连弓 那连弓呢就是用一条小小的弓线 把我们的音符都串联在一起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旁边这个曲谱 它是一个两个音的连弓 拉西多软 那我为大家示范一下 好 还有四个音的连弓 那当然有八个音的 十六个音的 三十二个音的连弓 那么这个呢就取决于 小弓线下面连弓的数量多少 那么现在大家理解了吗 好 最后我们来学习一下有关于台弓的知识点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旁边的这个谱例 Far right love for me Hong me righ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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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在空拍的时候转换了我公子的方向 本来拉到这个地方 公子应该是朝上面走的 下一弓 但是谱字上呢却写的是下弓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利用休止符的间隙 去转换我们公子的方向 从上弓变成下弓 带我为大家演奏一下 台 这个呢就叫做台弓了 谢谢大家明白了吗 那我们今天的知识点就讲解完毕了 如果还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也欢迎添加课程顾问的微信 领取和我一对一的免费网课哟 定期干货分享领资料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点赞评论转发投币 一键三连哟 左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